敲鑼打鼓賣力演出 桃園機場為了讓旅客感受年節氣氛 特別請來武師團隊跟財神爺 要出國民眾一個比一個還興奮 一大早就湧入不少旅客 由於今年疫情趨緩解封 民眾選擇出國過年 桃機預估年節期間 總運量為116887人次 相較於去年 多了將近27萬人出國玩 也導致台灣國旅受到影響 花蓮海洋公園 這次推出100元的門票優惠 甚至屬龍的遊客可以免費入園 但是今年花冬的飯店 除了餐廳年菜都被預約而滿以外 住宿率相較於去年都下降一成 今年農曆春節由於天數沒有這麼長 所以住房率普遍沒有去年這麼好 陽光沙灘美景 吸引遊客細水享受 農曆春節 屏東國境之南的墾丁旅宿業者 訂房狀況卻不如預期 國門大開加上外地便宜的情況之下 許多國人選擇在年前出國來旅遊 不見大排長龍場景 乘船處沒人排隊 前往搭船一路順暢 小琉球島上的卡丁車場 同樣也沒有半個遊客 以往總是易房難求的墾丁和小琉球 今年住宿率更是創十五年新低 年節掀起出國旅遊潮讓原本熱門的景點 感受到少見的旅遊寒冬 三新聞綜合報導